賴清德在520就職的時候 就講出一些非常具有台獨意味 人稱台獨宣言的演講 但是他的戰鬥意志好像沒有停過 這兩天他積極的在鬥這個藍白的立法院黨團 把藍白的立法院黨團所通過的所謂的改革法案 全部移送這個所謂的大法官去釋憲 他的意思還表示的很清楚 大法官釋憲之前他自己不會接受這個法律 行政院也不必執行這些法律 那立法院你要唱這個獨角戲 你大概唱不出個所以然來 也就是把你這個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直接就晾在那裡完全不理你 他這個紀錄也不是沒有 這個過去在台南市議會就曾經創下700多天不進台南市議會的紀錄 對外鬥大陸對內鬥在野黨 現在連黨內也開始鬥前海機會董事長 鄭文燦人稱燦哥 捲入土地開發的弊案被檢方移送罰辦 這個消息一出來的話民進黨人所有人都嚇壞了 賴清德的狠招怎麼這麼強 狠招怎麼來得這麼快 因為如果單純從鄭文燦所犯的案子 從檢方所講的 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因為鄭文燦被涉及到的土地開發案的這個金額 有關的利益的金額高達30億新台幣以上 而涉案的對手是台灣最知名的大集團 叫台樹集團 結果現在檢方說他收了500萬的這個匯款 然後隔了一年又把500萬送回去 而收送都有紀錄 更經典的在後面 大家想一想看 這是七年前的事情 如果有問題為什麼這七年來都不辦 意思是蔡英文不准辦嗎 然後到了賴清德手上再辦嗎 當這個整個土地開發案的總金額的獲利的金額 超過30億元新台幣 然後匯款只有500萬 你相信嗎 蔡英文執政這8年 誰不貪 拿個500萬會被認為是沒有行情 拿得多的都是以意為做添加 所以套一句這個紅螺夢的話 這個門口的獅子來自乾淨的 第二個有所謂收費那也要有行費 那為什麼沒有把台塑集團送進去呢 這個就奇怪了 台塑集團在這一次的賴清德競選的時候 從各個方面動員資金捐款給賴清德 這個在台灣不是秘密嘛 賴清德這一次發狠的這個開刀 鄭文燦 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 雍正版的現代版的九王躲敵 也就是雍正躲敵 大家可能看了很多雍正的輕功劇 幾乎一模一樣 在2019年賴清德辭掉行政院長 跑來挑戰蔡英文連任的時候 鄭文燦當時做錯了什麼 就是護航蔡英文打擊這個賴清德 使得賴清德在那個時候幾乎跪地求勞 然後來在最近一次 2020年到2024年 鄭文燦一直傳言說會接民進黨黨主席 一下子傳言說會接行政院長 如果鄭文燦接行政院長 或接民進黨黨主席 賴清德想要競選民進黨的候選人提名 根本就沒機會 而且大家都已經把鄭文燦稱作黃太子了 你可以想像得到 鄭文燦在蔡英文心中的地位 可是政壇風雲變化 命運無法預測 鄭文燦連連的在桃園選戰 不只是桃園市長 鄭運鵬輸給了張善政 還有更嚴重的 這個桃園的民進黨立委也掉了好幾席 所以對於這個鄭文燦來講的話 有很大的過錯 在政治上沒有辦法馬上來接行政院長 只好轉了退而求其次 接行政院副院長 但是這個時候又爆發出來他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連鄭文燦他自己的論文都是抄襲的 而且還被台灣大學取消措施的資格 所以這個時候他連競選民進黨黨主席的資格都沒有了 如果鄭文燦接任民進黨黨主席 我想民進黨內部大家都會認為鄭文燦是蔡英文清定的接班人 沒想到一連串的事故使得鄭文燦接班不成 然後在過程裡面有跟這個賴清德產生許多重大的摩擦 鄭文燦算是民進黨內比較溫和的兩岸關係的主張者 而且主張局部的這個兩岸交流 像鄭文燦一接海基會董事長就不斷的接觸企業界的朋友 尤其台商 哎呀 你們有什麼困難 哎呀 我文燦來幫你忙 這個話已經在企業界傳開了 但是賴清德現在想要硬碰硬去面對兩岸關係 要推進他的台獨進程表 當然不可能容忍鄭文燦在招兵買馬擴大勢力 所以這裡面就被形容為這個八阿哥 這個集結再欺負四阿哥 現在四阿哥接上了皇位了 所以就開始回來修理這個八阿哥的這些集團們 你可以看得到民進黨上上下下 對這個事情完全今生不語 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講一句話 但賴清德就公開講話 有問題就要辦 這個等於是在震懾民進黨黨內 要求各派系從此要服從賴清德 如果有不服從賴清德 你們大家走著瞧 但是下一個挨刀的就可能黨外了 我覺得他是可能磨刀厚厚 要對準誰 對準柯文哲 因為他可能也會用台北市的土地開發案 來扣在柯文哲頭上 因為前段時間民進黨已經開始在打柯文哲 可能涉及精華土地變更案 可能涉及這個士林北投土地買賣案 已經開始在做軟身運動了 也有可能接下來就是要針對侯友宜 因為何友宜任內曾經幫東森電視的老闆 在新北市有一塊土地進行變更的動作 所以這些東西就可能會變成賴清德 清除異己最好的工具 以司法為名進行司法迫害 這個戲劇我們就睜著眼睛搬著凳子 當吃瓜的群眾好好看下去 Hashem 神經病